虽然香港10月仍有风打 但日本10月已慢慢变凉 到10月下旬开始 日本全国从北到南慢慢就染成一片金黄色 去到11月12月就即正式进入上风的全盛季节 由于每年天地状况都不同 日本红业最佳的观赏期日子每年都有些误差 今年的日本气象珠色会社刚刚在月初就拍布了 第二轮日本各地红业预测 今年有意到日本上风的朋友不妨参考他预早买机票 2023年日本秋季气温偏高 今年日本气温相比往年就明显高了些 所以推测今年日本各地红业最佳的观赏时间 或者会比正常稍微迟些 但程度上关东、关西、北海道、东北都各有分别 而最明显就是北海道 雜方会比正常转红的时间晚足半个月 而最多人看红业的京都 就预计会比往常转红的日子迟了大概一个礼拜 而按日本气象资料的推算 日本各重点城市从北到南 红业最佳的观赏日子如下 北海道窄房大概在11月12日 仙台大概在11月29日 东京大概在12月1日 明古屋大概在12月3日 大阪大概在12月4日 而复光就在12月10日 如果想看红业转黄 就不用等到全红了 就可以早点出发去日本 日本气象珠色会社 也有对红业转黄的日子有以下的预测 北海道窄房大概在11月8日 仙台大概在11月30日 东京大概在11月26日 明古屋大概在11月18日 大阪大概在11月24日 而复光就在11月27日 日本其他地区的红业最佳观赏日期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表 方便大家锁定这个上风的地点 如果大家还未决定去哪一道上红业 那不如就参考一下 以下几个日本上风热点的推介 祖岩山搭蓝车 祖岩山是北海道窄房市最巨人气的红业盛地 最大的吸引力就是游客可以搭蓝车 去虎纜全山的染红秋色 晚上更加能够拍到日本三大夜经之一 今集兼鹿园秋天色彩纷纷 他曾经是江户时期家贺饭饭主 前田家的私人庭园 全个园都是精心打造的小桥流水 日式亭台流角 秋红倒影水面 红业的景色非常之古雅 六二园 上夜风 六二园的庭园是建于江户时代 所以在园里面充满了日本古风 在上风的季节晚上更加会进行点灯 是少数在东京都里面都能够看到夜风的地方 是一个很方便的著名上风性地 北野天满宫 影神社 在北野天满宫里面有中了超过350棵树 可以在有千年历史的神社里面上红业 格外觉得宁静和神圣 是非常之好的影红业和打卡的地点 秋月成绩 上城池 秋月成绩是一座小城池 保存着极具历史的城墙和护城河 和红业风景影衬得天衣无缝 他更加曾经为黑泽名和佐治·努卡斯 这两位大导演带来不少电影灵感